大家好,看我這身裝扮就知道今天沒有釣魚要做實驗啦 今天做的實驗很簡單,就是要測試鉤子在不同液體當中 它的這個抗氫蝕作用的效果 為了這個公平起見,就用這個一樣的鉤子 那這一杯水是去河邊取的水,它底下還有沙子 那這一杯水就是生理食鹽水 這算是一個對照,那這是我自己仿海水的成分比例去弄的 那當然裡面也有添加氯化鎂,還有鈉梨子這些東西,3%左右 到5% 那主要我是取這個沿岸,台灣沿岸的這個海水的 就是前場的深度的這個濃度,作為一個調整的比例 OK 那鉤子的話勒,就是一樣 一種鉤子,這個是有漆的 然後這一種是 我把它的漆刮掉,去除掉的 然後分別放到這三個,然後觀察,做紀錄 那我看看它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很簡單的區分 一種就是這個不剪線結的 一種是剪線結,剪線結就是有漆的 OK 好,一個是不剪的 那我們把它弄進去裡面 好,OK 把它放進去 一邊 蓋子,這起來了 OK OK 好 耶 跑下去 OK 好,這個 一樣 有留,留的就是有拖漆的 好,下去 OK 就這樣子 嗯,鉤子 鉤子 幸好,下去 好,下去 我想先說你 總之 好,你 是不是 沒問題 就好,你 半分 就是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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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鱼钩之前放的 来看一下吧 这个是石鹽水的 這是他的漁光 好,看一下 這個地方 沒有斷掉 只有一部分生鏽而已 這是時間水的 這是泡生理時間水的 這感覺好像也是外觀生鏽而已 不過腐蝕比較嚴重 哇,斷掉了 這個就還好 這個就還好 一般河水 浦石狀況似乎就沒這麼嚴重 你看 好像輕微而已 還好,還可以 這魚購 這也還好 都還OK 所以泡這麼久 只有這個生理時間 海水腐蝕比較嚴重 那當然再加上這個海水河流 他們都是流動 含氧量會增加 會加速他的這些腐蝕 因為我用的是靜止狀態 所以魚溝在水中 自然然在野外的地方 他可以殘留的時間 當然是更短暫 但是咧 如果說是一般的魚溝 有倒溝的話 在雨針上咧 可能殘留時間 還是會有一段 OK 這個就是以上的小小實驗 你在幹嘛 做實驗呢 小 天啊 天啊